-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十在安心之一秒變大廚 系列 什麼叫一秒變大廚呢 看 好的廚師就要有好的圍群 來展現自己的自信 開玩笑的 當然還是要有老師教囉 大家好 老师好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呢 藜麦沙拉 藜麦 就是这个长得很像小米的 对很像小米的 藜麦营养价值丰富又均衡 有充分的必须胺基酸 高钙高鲜高蛋白 低脂低纳无肤质 这个南美洲远古时代的重要粮食 现在已经风行全世界了 那我们要先做什么处理吗 我们就直接放在什么 热勺里面去 水来冲一下就可以 好 藜麦也有红色的 也有黑色的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用白色来煮 好 我们就把它放在电子锅里面 那么我们一杯的藜麦 就放两杯的水 一比二 好那我们先来调今天的酱汁 今天是用什么样的酱 油醋酱 好 我们有橄榄油 橄榄油 很多的橄榄油 还有醋 米醋或是水果醋 盐 胡椒粉 胡椒粉 要拌到什么样的程度 变成稠状有没有 有没有感觉到 有耶 那我们这个就先放着 让它融合 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橄榄油是 初榨冷压吗 对对 初榨冷压 那就是特级橄榄油耶 所以大厨一定就是要讲究这个油品 是不是 好 再来处理其他的食材 你看我们今天的食材有什么 彩椒 对 彩椒 绿花野菜 绿花野菜 地瓜 今天的地瓜我们削皮 然后把它蒸熟了 然后番茄 松脂对不对 还有这个 对 小黄瓜 那你现在来切小黄瓜吧 好 这已经难不倒我了 好 再来是 再来切 可爱的番茄 可以切稍微 厚一点 厚一点 好 有比较厉害的感觉 小心 才说就自己打嘴 好 我自己又自我感觉蛮良好的 觉得切的速度有变快对不对 我们来切柴椒 从哪里切呢 老师你先不要说 我想想这样吧 诶 然后切掉是不是 彩椒里面那层膜 要把它拿起来 拿起来 用手拿吗 这样吗 那这样会比较 比较慢一点 我们可以这样子 全部都拿掉了 这样弄得比较干净 对不对 又快了 来 你看这就是菜鸟跟大厨的差别 这种大小还可以 稍微小了一点点 稍微小 好 好我们来切这个 地瓜 地瓜 它这个软的东西的话 我们也是这样子弄 也是 拉回来的 对 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会碎掉 哦 好了 耶 切好了 好 那我们来烫这个花椰菜 好汆烫的小配包呢 要加油跟盐 绿花椰菜也倒进去了 大概要烫多久 像这么小的话 大概一个三十秒钟就可以了 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 好 立干哦 好 立干 嗯 我们这个梨麦也煮好了 漂亮啊 那等于我们等下要来做沙拉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 那么我们先来就把它 全部把它混在一起 全下 全下 好 这些都可以下去 好 先拌一下 这颜色好漂亮哦 一般来说好像不太会想到用地瓜药来做沙拉 如果有水果的话也可以 再来是 里麦 一半左右下去 没关系 破一破 好 破一破 好险今天的料理我还可以 维持一点优雅的现象 哈哈哈哈 好双子我们也放进去 好 可以装盘了 今天装盘应该没有什么 配薄 装盘就是要让它煎起来就可以了 四面八方看起来都很美味的样子 我们再给它放在上面 这个是迷迭香 迷迭香 迷迭香你要蘸好 有有好香这迷迭香 因为迷迭香它可以吃啊 蛤 对迷迭香可以吃 它这样直接可以吃啊 对 你这样子弄一弄 弄一弄切切就可以了 你们都知道你就放这样子吃吗 或者就再炒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嗯 这样就好了 耶 另外我们不是还有酱汁吗 对 放久了以后呢 这个油会分离嘛 对不对 所以要吃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再稍微把它和一下 刚刚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 现在比较浓稠了 那打到这样的程度呢 我们就可以 淋酱了 老师这样就是成品完成了 对不对 又到了我们紧张又刺激的试吃时间了 令人兴奋的时刻 很清爽哈 嗯 橄榄油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很香 另外加地瓜的话 会有这样的饱足感 我觉得今天这道菜呢 当然是大成功啦 因为 只有老师操到一半以上的过程 谢谢大家 今天的重点 除了李麦的超级价值之外 还有超百搭的油醋酱 不骗你 这比例调出来真的超好吃 学会这个啊 马上一秒变大厨了 那油醋酱最重要的基础 莫过于橄榄油啦 市面上橄榄油名称百百种 到底该怎么挑怎么选呢 依照国际橄榄油协会 和国家CNS严格规范 被称为特级出炸 或是特级冷压 就最高的橄榄油等级 营养价值非常高 但因为单不符合脂肪酸 远高于其他食用油 所以不耐高温 所以各位朋友 挑选的时候 分辨名称固然重要 使用的方法也要正确 不同的用途 使用不同的油 才能吃到它原本珍贵的营养哦 吃蛋安心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